今天要來開箱這些東西啊 又去菜市場敗家啦 菜市場真的是一個很好敗家 很好淘寶的地方啊 不同的菜市場也會淘到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來開箱這一 是將近27年的櫃子 然後這個手把都已經脆化了 所以我要一直是這樣子 然後打開抽屜 那我剛好在菜市場看到這一個 不一樣把手的這種無痕的掛鉤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打開了 這樣 這邊就是貓的那個肉球 好可愛的 然後你就這樣可以很輕鬆的打開 很輕鬆的打開 這個很便宜 我在菜市場買的只要20塊 超便宜的 那我已經貼了24小時了 貼了24小時之後黏的很緊了 不會怕它鬆脫很緊 除非你要去摳它用才會掉 要不然其實已經很緊了 這個東西就是24小時內幾乎就是不要掉東西 那我基本上不是拿來掉東西的 我就是把它來當那個抽屜的手把 這個我要拆掉的話也不好拆掉 因為裡面的螺絲其實也已經生鏽了 所以要拆也很難拆 所以就剛好買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掉衣服 很可愛的肉球 這邊就可以掛衣服 這個我還想多買幾個可愛 然後又可以去掉東西 然後可能掉包包啦 掉其他東西都還不錯 我總共是買個兩個 然後兩組 所以總共是四個 那最常見的等等呢 不用介紹的就是這個洗衣袋 菜市場的洗衣袋很便宜 大概20塊就有了 而且非常大 這個還是選擇 比較小一點點的 還有更大 同樣的價錢 那這個我想說來放幾內衣 這個不用解釋了 就大概就是放內衣啦 洗內衣或內褲用的 然後再來是鞋墊 這個鞋墊看起來特別不一樣 可以幫你就是緩衝你的腳 那我有時候鞋子穿穿穿穿 摸到後面之後 鞋墊都不好穿了 所以想說便宜 那就順便買了這個鞋墊 它是可以幫你緩衝腳的震動 還有腳的壓力 所以是很舒服的 我超喜歡這樣子一直捏它 一直捏它的 是一個蠻舒服的 那如果你有在挑鞋墊的話 這個是還不錯的 這個啊 我在外面看有人賣88塊啦 甚至100塊都有 那這個我也是20塊就掏到了 很便宜 那這個可以根據你的需求來去採檢 再來是這個 這是一個類似浴帽的東西 是你洗完頭髮的時候 頭髮濕濕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整個套上去 那就可以把你的水吸一下 然後把水差不多吸乾了之後 你再用吹風機去吹 這樣子會比較省電 那這個東西我之前有買了一個是聰熊的 那我想說 畢竟洗頭髮那個還要去洗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就是備用這樣子 那它是一個紫色的 然後就一點點點點點點點 是比較沒有造型的 那它這個是特殊的兩層 然後超吸水的成格 然後還有防水的一些 遠選心發燒的 所以這是新產品 然後多了6倍的吸水量 超級細纖維 這個我也買很便宜的 梅花也不是梅花 就是花的這樣子的一個盤子 這個我覺得啊 因為它小 如果你想要喝那種類似日本那種茶道那種感覺的話 你可以放一杯茶在這邊 就感覺整個質感都不一樣了 放茶啦 放咖啡啦 然後一個那種 咖啡杯這樣放在那邊 感覺就不一樣啦 非常有茶道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你來拍耳環那種小視頻 就整個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叫一個花系列的 那它是有這樣子花盆這樣子 很好看的一個花盆 那我覺得這個啊 用來就是拍一下 如果需要比較綠色 比較清新那種感覺的話 是還蠻適合的 而且小小的話 你要當那個杯盤啊 你吃東西 然後碗放在上面 當那個拖盤啊 都是可以的 因為它旁邊有這一個 非常好看的 因為我會在買這個盤子的原因 是因為之前 我把這個盤子給抓了 這是大的盤子 這是我媽買的 那也是這種 花系列的 那這邊是因為 我要把它那個 掉起來的時候沒有放好 它摔掉了 所以剛好有看到這個 但是這個我在拍的時候 擺拍的時候覺得說太大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兩個小的 你要當 茶杯的杯盤也可以啦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當擺拍都可以 我希望我買的東西可以是多功能可以使用的 像這個東西你要去冬天你要放衣服啦 或者是你要拿去洗可以兼具收納或去洗的功能都可以 而且它有那個透光的話 又不會說 門的 就是悶著 然後東西會發明 這樣子可以透氣 那這個的話 就純粹你要當毛巾啊 或者是吸水的都可以 那鞋墊就真的只有鞋墊的功能 它又被我玩的功能 一直很喜歡摸這個彈這個 很像那個小朋友在玩那個軟軟的那種感覺 那我希望我今天買一樣東西是可以多用多功能的 不是說只是單一的功能 是還可以再被利用的 今天買的哪一項是你喜歡的 還是你覺得貓咪的那個吊掛的那個無痕掛鈎蠻可愛的 還是這一些所有的商品 你覺得哪一項擺拍的好看嗎 還是對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見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今天做了一個不一樣的背景 把桌子整理 最近在整理桌子 把那個桌子重建天日 然後換一個擺拍的方式 因為我這樣子要拍桌上的畫面會比較好 那不知道你們對這個場景覺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魚魚之兔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能讓你有美好的一天 那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給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